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七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任不合示意》。 今天的对赛双方是由正方保联局赛计有学校对反方姓氏提反。 请回应一下,因为刚才要确定分支时, 就发现有评判未有在廖天室作出回应, 所以我才会再用不同方法联络评判。 如果评判或在场任何人士有技术问题, 都可以即时与主席联络。 谢谢各位。 也感谢两位评判已经打开镜头了。 我继续为大家介绍双方辩论员。 首先是由正方的赛计有学校。 先找出赛计有学校。 首先,有正方的主变何彦林同学。 接着应该是正方一副,应该是叶恩宇同学,对吗?好 接着是第二副面,苏杀兰同学,是不是这样读的? 主席你好,我是苏郑男,读政治 正,我以为是梁峰杀杀杀杀,好,苏郑男同学 好,接着是结辨戴子军同学 接着是反方 反方圣事提反书院的主席是张宜安同学 接着是第一副面王小荣同学 接着是第二副面,何睿涛同学 最后是结辨王子谦同学 好,那现在为大家介绍今天三位的评判 他们分别是蓝田圣保陆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王可乔小姐 接着是九龙堂学中学部辩论队负责老师关凯涂老师 最后是香港格大学粤语辩论队队员梁柏俊先生 好,事不宜迟,我们的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有请正方的主席去到台前预备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 听到一叮,我就会开始计时 试咪,试咪,试咪,听不听到? 是,收音清楚的,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试咪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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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咪!! 试咪,试咪,试咪这位男同学头发太长! 女同学重chodzi好油鞭 这些个话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正常大家想起还有写 Elsa G일 例如好明度主任� Sit 稍周ильно塗了发脚男的壁到洗手 軜头逼他的洗脚、薄刀 但相比於東華三院黃忽藍中學的林澤俊同學 以慎懲罰算小兒科,林同學因為頭髮長被避過 甚至被警告停學,他不服就告上停機會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早訊,香港著名教育學者 前教育學院院長程介明在卓建明家的文章中說過 學校是屬於權威機構,他說雖然權威的存在 是不容否定,但是某種權威是否合理 就有文化價值觀的因素,由於文化價值會隨著時代轉變 沒有跟著時代價值的校規內就是不合理 香港中學的法金歷史最少都有幾十點 隨著更多的學術研究和文字發展 無論是普世價值,社會追求以至評估 怎樣才叫有效的教育手段都已經走淺 唯獨是法金主張的搶行或懲罰的本質無辨 甚至抵觸現代價值的追求顯然不合理 先說世界趨勢,做官全球很多學校也都有法金的 但是近年的趨勢已經改變 例如英美立法將法金視作歧視 連一向保守的日本和南韓都禁止學校實施法金 至於同屬華人社會的台灣 實至這麼早於05年就取消了法金了 各國的改變源自於世界越來越重視 令青少年作為獨立個體多元選擇也應受尊重 或者會有人說 人家做不等於我們要跟 沒錯,但是各國陸續改革已經突顯出 法金和普世價值的衝突 更加突顯出香港就算和東亞一些被保守的地方相比 都更加落後 更何況就算從社會追求角度 法金也都違反近年本地對開放尊重多元價值的追求 這些價值甚至寫入教育局最新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章目就叫做照顧學生多養星 天天法金就是在教育學生以貌取人 想法性別甚至性格定義 完全為估今日提倡的開放尊重多元的社會方向和教育指引 就以黃德蘭中學的事件為例 該校校長昨天就見記者那時候說 解釋法金的原意是簡撲簡單 言下之意校方認為男性頭髮長一點 就是不簡撲不簡單 但是根據何來呢?難道因為我們重停留在 男性頭髮長就被人叫做死飛仔的年代? 最後從教育手段去看 一個禁字已經說明法禁本質 是透過加強權威、負面懲治的方式達到目標 但是這種憤慾手段已經很落後 早於2001年 教育推行教育改革的時候 已經提倡以學生為本 學校的管理也都漸漸有過往的一言堂 走向更加尊重學生的意見 教育局最新的憤怒主任指引 正確指出權威性訓異已經不適合 現在的香港學生 畢獄校管訓異模式 透過適合學生的意見 因應時勢去建立一個大家都同意的準則 這樣就會令學生覺得被尊重訓異才會成功 但是對於法禁 學生不僅沒有話語權 學校還要強迫的手法 迫學生去放棄發言自主 違反現代教育的取向 著實不合時計 最後想問由方 同不同意法禁是單純以學生的法譯 去判斷取向一個學生的法譯 如果同意算不算是以貌取人呢? 那麼以貌取人又是否不合時計呢? 謝謝大家 正方主辯的發言時間為4分09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然後請反方主辯到台前預備 你同樣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 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準備好 定 主席友方同學 早就各位大家好 聽了友方同學4分鐘的廣告 不難發現其實他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他們誤以為法的本質就是設立性別的標籤 和引起性別焦慮 這就是曲解了法禁的本質 如果現在法禁的要求男女都平等 例如男女都不可以流海不可以過敏 長髮越雜馬尾等等 有方是否還覺得有性別問題的存在呢? 其實法禁作為校規存在已久 即使形式會隨著時代而改變 但法禁的確是可以提高學生對應用的知覺 正如香港學校吩咐人員協會副會長鄧文傑所說 校規應該建基於一般公認知道德倫理的標準之上 而校規作為教育的工具可以教育學生 從校園生活中養成一個良好的行為和習慣 學校正正充當著為學生樹立正確主流價值觀的角色 因此今天要行量變體 就要視乎是透過法禁所帶出的個人目的 是否應有存在的必要? 我方認為有原因有二 第一,有助學生導入社會 移用一直是社會所重視的元素之一 他人對你的第一人像都是建基於你的移用 因此當出席比較正式的場合的時候 大家都會格外注重儀表 以示對場合的尊重 而即場為例 面試、見客的時候 就算沒有規定你的打扮 但大家依然會以莊重、得體的形象出席 避免留下一個壞的印象、壞的觀感 影響未來的職場發展和關係 智亞哥大學的一項研究 就收集了14,600位受訪者的數據 追蹤了他們畢業後13年的職埋生活 結果發現外觀會直接影響你的年收入 懂得打扮的人 人工平均高了20% 以香港平均的人工為例 就是多了3,500港元 而發營作為移用的一部分 學校就理應更加加以教育 瑞典林雪平大學教育教授指出 校規其中一項作用 就是著重要求學生自我反思 對自身的行為負責 最基本就是要求學生要注重移用 不可以說謊 盡力做好自己 即使今天以性別作為介紹不合理 一些簡單的原則來過微 染誇張髮色這些 又是否覺得社會完全不重視呢 第二,彌補家庭教育的缺失 社會對於移用整潔的公式 不單單是約定俗成 美國的心理治療師就指出 通過教導學生一些具體的自我訓練 包括保持良好的移用 可以提高學生自我評價和自信 然而,根據香港家庭教育學院 在2019年的調查 有七成家長每週工作46小時以上 當中一成更要工作56小時以上 香港的家長普遍缺席於學生的日常生活 能夠及於家庭教育的機會少之又少 因此難怪民建聯訪問1,100個雙職家庭護主 都發現月收入介乎4,000至4萬的家庭有六成 表示工作佔用時間太長 使人難以履行家庭的責任 而學校作為學生長期身處的環境 校方的教育角色顯得更為重要 以校規約束就可以加深學生 注重髮型整齊的意識 並培養良好的習慣 最後我想問問有方同學 如果學校限制學生的自由 以達至教育方是否覺得行不通 多謝大家 反方主辯的發言時間為3分34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另外我想詢問一下在續各位 各位剛才是否聽到反方主辯發言時 背景是否有些音樂聲 好,如果無礙比賽進行 或者大家都不覺得太干擾發言內容的話 我們就繼續試試 如果有任何問題請大家隨時提出 有方同學的背景很容易 有方同學的背景很容易 但令到我方是有點難以 集中在有方的聲線上 如果有方是可以協調到 那就固然好 但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也無法接受 好,謝謝正方同學 好,謝謝正方同學 我想反方同學都盡量 現在就會進入台上發文的環節 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 沿向反方主辯發文 你有1分鐘的發文時間 準備好可以去台前 向我示意 請問一下,清楚嗎? 真的清楚嗎? 準備好可以在我示意 可以 可以 有方剛剛已經承認法禁是以貌取人 的政治歧視 只是他們說是合意的 為甚麼? 因为香港仍是一个更保守充满政治歧视的社会 既然是这样,按友方的逻辑 停机会现在吹动的政治平等同样是不合适的 如果是的话,友方言下之意 就是连政治歧视条例都不合适的 就是要取消 如果不是,他就证明了 友方对不合适的正义根本就不合适 谢谢大家 反方的主编有一分钟时间预备,计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计时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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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住职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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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变成不信 但否则是 不是 στα Tam Gouk reactor 转发 转发 的转发 转发 转发 转发ов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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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修边咐 Хにometry Fathers 學校很多校規的法禁要求都是男女平等 有方是否覺得劉海不能過眉長髮、越紮馬尾 和不能染誇張髮色是符合時宜的呢? 謝謝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 向正方主辯發問 有請反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 到台前向正方的主辯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是咪是咪請問聽得清楚嗎? 收音清楚的 準備好 定 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學今天說 我們有法禁的效規是否等於沒有選擇? 多謝各位 正方有一分鐘的時間預備開始計時 一分鐘的時間 頑端 可以 頑端 還有 很明顯 就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正方的主便回应 你有一分钟的回答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可以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收音清楚 准备好 听 请问友方同学 你们觉得发禁是不是这么风气呢 如果你多了规律 那你一定就会少了选择 那如果我现在是个男孩 然后我上了一个女孩 那我是不是没有了这个选择的权利呢 是的 那如果我又觉得我认识头发 最可以表达到自己 但是有了这个发禁 我是不是没有了选择有啡色及法的权利呢 是的 多谢大家 好 台上发问的环节就结束了 现在就会进入负面发言的环节 现在先有请正方的第一副面到台前预备 正方的第一副面 你会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可以 听不听到 收音清楚 可以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知 所以反对面是因为他们犯了几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你无视了教育局的教育手段 其实我方开面已经清楚提出过 最新的《训导主任指引》里面清楚指出 权威性奋育不适合现今香港的学生 然而发禁是通过惩罚的手段迫使学生就范 所以有方同学是否认为违反教育局的指一就是合事而呢 第二个错误是他们标准有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呢 他们就认为 不合事呢 合事就是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按照有方同学逻辑 以貌取人性别定型 这些是否有必要存在呢 所以长头发的人就是不良少年这个观念 是否有必要存在呢 第三个问题是他们的智商矛盾 他们在台上答问题的时候 就说平等机会委员会在改这些效规 但是为什么要改呢 要改就是因为不合事 按照有方同学的标准 这个就是不适合没有存在必要的一些效规才需要改 所以就是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 第四个问题就是 有方同学他们很荒谬地套用了以前 朴素而容的标准在我们现今的青少年身上 有方同学认为法禁可以令学生变得更加而容好些 但是如果有方同学真的想有一些这么朴素的外表 那橙光头其实可能更加适合有方同学想要的标准 因为这个和尚 尼姑他们是很朴素的 他们是没有头发的 如果按照有方同学这样的想法 没有头发就是有良好的学习态度 一个男生要留长头发就代表他品行恶劣成绩差吗 那如果头发的长度真的会影响一个学生的素质 好像我刚才说的刘海那样 那留长头发的女同学应该是不良分子 但现实是很多长头发的女生都是成绩很好的学生 那有方同学这个标准是不是非常荒谬呢 最后一个错就是他们忽略了发禁是助长性别定型的 当我们实施发禁说男生就不可以留长头发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难道是为了整结呢 如果是为了整结 女生为什么可以留长头发呢 那就说明了男生要短头发没有其他原因 只是因为他们欺欠的男生 一般来说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性别定型是性别歧视的一种 男生要短头发实际上从封建时期 女生不可以读书同一个道理 你的性别决定了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最可悲的是这些限制并不是生理的限制 而是迂腐的社会强加于不同人身上的枷锁 法禁是性别定型并不是我方的片面支持 两个红成就男囚犯需要剪短头发的分析司法复合 述设置中本发言的时候 法官并没有接纳成教署整结和社会性别定型的理由 法官并没有接纳成教署做的是性别歧视 其实以前的社会觉得一个家庭里面 老公应该出场赚钱 老婆应该来到家 但现在是什么时代 女性都可以出去有自己的翻试 男性都可以在家照顾孩子 难道我们还要为性别定型去 我们还要成为性别定型底下的受害者吗 其实我们看清朝的时候 满族的通知者为了维护通知 对汉族实施留头不留法的政策 经历超过一个世纪 好而都走了半个世纪 然而学校依然保持清政府 限制着学生的反应 为什么社会的进步得这么少呢 多谢各位 正方第一副变化完时间为3分08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反方第一副变道台前预备 等一下 不好意思 主席 是的 你好 我想问正方一副 刚刚是说了英文 是不是说了保持字 我想请问有没有其他评判留意得到 因为我可能太专注计时 我就是说了 是否说男生存到ルドrage 去港里赚钱 我想想请问另外两位评判的意见 好 谢谢 很想问另外两位评判 也能否听到呢 我没有留意到这件事 好,请问关恩老师 我好像也没有留意到,不好意思 好,抱歉,因为我也没有太特别留意 不过如果梁先生留意到这个位置 可以在法文那个位置的表达分数上做一些调整 这次就不宣布正方一副使用外语的情况 好,不重要 谢谢梁先生 也请辩元留意我们的发言应该用粤语进行 除了人名、书名及专任名词除案都不应该说外语 好,谢谢 现在有请反方第一副辩导台前预备 你同样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可疑 试咪试咪,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相不清楚 准备好 定 主席、评判、友方同学 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不难看出 我方反对变题的原因和友方发生了矛盾 友方今天觉得发言是代表一个个人的选择 应该给学生这个自由 我方刚刚也问台上发问 也问了友方 首先想问友方和我有法 是否就等于没有了选择 友方和我就回答是 友方今天创造出虚假的二分 根法是有些限制的 比如说不要遮眉那些 但也有给学生选择的空间 比如说男生都可以留长发 但也要述他的马尾 不要遮眼等等 友方是否一定要容许他们 披头散发 不收蝙蝠 这些才叫自由呢 听友方同学今天说了 你屈曲了性别的定义 其实友方同学今天 很多学生都不是因为有很迫切的需要 因为性别或者生理压力等等 才要留下他的长发 他们只是想玩法营等等 但我们最基础的 这些不可过微 长发就要摘马尾 并不是一种性别的歧视 只是说你长发就要摘马尾 并不是限定是你女的 就一定要摘马尾 友方同学今天 开篇也用了林同学的例子 友方同学也说了 男同学不一定要短发 女同学不一定要长发 但友方有没有注意到 林同学自己也说过 想用他的长发来表示自己的忠诚 不难发现他都被社会的框架固住了 表达中性有哪个规定了 一定要留下长发 友方所关心的性别问题 其实取消了发禁就会消失什么 所以友方所顾虑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男女有别的守质 头发不过微 长发砸马尾 这些代表跟这个易用易表的东西 最基础的对人和场合的尊重 友方同学难度也不要了吗? 友方同学今天说标准是要符合 现代社会的价值 但一向文调显示 访问了160个人 对他们来说 打扮是否可以反映出 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对这个调查表示 不同意和极不同意的受访者 仅仅有34.38% 好见社会上重视爱贸 和爱贸可以反映出 你的身份和地位 这些人都觉得大多数 发言有何尝 不是一种外表的一部分 在社会超过六成人 都不觉得爱贸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友方同学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们在学校养成了一些 披头散发的习惯 认定 他还以为一定会接纳他们吗? 多谢各位 反方第一副便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正方第二副便到头前预备 你和人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可言 是吗?是吗?是吗?听不听得清楚? 清楚的 是 订 主题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友方犯了几大谋 我们首先看看丝阅 丝阅今天出来就和你说 如果答应是有 还有存在者的话 他就合时矶了 我们想一想 到底现在它存在的必要性是源自于什么 其实有点不敢说 因为这个必要性是什么 就是符合社会这个以貌取人的现象 但我们先想想 其实现在社会普遍是否追求以貌取人 可能是有些人因为这个劣责 可能是因为他们懒 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已经习惯了 有某一种的定型 但我们整个普遍社会是追求一个去接纳 一个去不看外表 一个去看人家内心的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必要性 我们现在不是在满足别人的现象 我们是在满足社会的这个价值 这样子 其实这个必要性不是跟你说 现在有人想人家 男生要继续头发 现在不是想女生一定要长黑色头发 我们不是来满足别人的现象 这个不是一个必要性 而今天有人跟我们说的满足人家 这个所谓的必要性 那个必要性就是以貌取人 就是性别定型 如果那个必要性是这么扭曲的时候 到底我们继续去服务它 继续去将写它 这个是不是合时宜的行为呢 我们又看有一个论点 就跟我们说 现在他帮他职场发展 其实这个就是反映到我们是盲目的服务 我们看到社会有歪空 这个是不是就等于它是合时宜呢 更何况我们看到社会挂上 女生上高时穿短裙 挂心她们化妆 根据她有方逻辑 今天博先生她化妆不学 今天女生她穿这个迷你短裙 是否就是合时宜呢 我们看到如果职场又不平等 学校今天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身份 不是他去怎么去 不是他去屈服 就等于说现在社会上也有人说谎的 是吧 社会教育会永远都不会跟你说 好 我们现在一起去说谎 就是因为即使社会有歪风 教育应该教真善美的 因此今天我们看到他就是 土兵社会认为这个真善美 就是不要以貌取人 就是不要识别定型的时候 我们学校就应该去教这些东西 而不是就这样去跟风 是吧 所以归根究底 今天友方误以为这个时代 还是禁守的 就是因为其实他们从来 从头到尾都只是看表象 而不是看内女 友方同学又跟我们说 现在还有选择的空间 那我又问回友方 以前没有女权的时候 女性说她做丫鬟 她做妓女 假人 我们又会不会说 所以那时候的男女是平等的呢 我们现在不是说她有没有选择 而是说她觉得是否值得一个更大的自由度 这个自由度是否合时的 好了我们又想再问回友方 其实由主编开始说到 世界各地就已经逐渐废除发禁了 远的欧美走到近的台湾 日韩 一直在性别议题为人批评都在做 我们香港不做 是否真是说 香港社会已经是放弃了这些普世原则呢 有什么情况我请尽你的论证答案 一会解释一下 多谢各位 正方第二副片发言时间为3分08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反方第二副片到台前预备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可言 可以可以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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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各位友方同学 大家好 刚刚友方同学说发言是标签学生的内心 但其实友方觉得发禁是耳貌取人 我是否不能评价他的外表 说一个人不修蝙蝠是否代表我否定他的能力 不是 因为这两件事是没有冲突的 所以发禁都只是要求异容整结 但不会因为你发言过微而扣来考试分 刚刚友方同学说英美那些人认为发禁是歧视 但其实英国也有人因为发色不同而被警告 如果不从真研发的话就要转向 因此其实世纳他们都有对异容整结有要求 之后友方同学又说发禁是加强性别定型 但其实我们说了男生的发型和女生的发型是要求一样 二容整结的要求也是一样 不会有性别定型的想法 会不会是友方同学自己也有一种性别定型的想法 师傅这么说呢? 其实关于有双方 都是希望学生有选择 但我们同时认为一些重要的社会共识是底线 学生希望行使个人自由 学校都有责任去教他们善用 容许他们去设计、发型和规范他们整结 根本就没有冲突 但友方今天就强行易分 因为法禁就没有自由 没有法禁就代表解放 难道要求他们整结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吗? 不是 学生行使自由都是要做正确的事情 但因为他们未成年而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学校要做的就是教导他们对与错 而整结就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任何时候去到哪里最重要的都是整结而用 有方今天见朋友或男朋友的时候 都要收拾好自己的样子 更好在学校或其他场合 还有刚刚有方说个人自由这个问题 其实你迟到也是个人自由 但你没有这样做 不会 所以其实法禁你都要做好自己 所以这是一个自己选择 其实刚刚 其实你在任何时候 你见到人都要做好自己 所以这是对于人的一个尊重 所以限制自由 即是有方未够成熟的想法 那些小学生有什么事 又觉得是老师的错 没有想到深一层 所以我希望有方同学 可以留一想 合规配合的意义 再说多你各位 谢谢 反方第二负便发言时间为2分26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会进入台下发问的环节 现在先请正方拍出第一题的台下发问 可以先解除正音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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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不会更加懂得打扮 比学生在中学时期 像各式各人的发型 发色 不是更加能够提升他的异用至极 更加懂得打扮 更加能够做到有方口中的注重外面 多谢各位 反方的一分钟的时间预备 开始计时 感谢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我们也不会这样做的 因为大家都希望展示我们对对方的尊重 而这些不是正是基于今天我们拥有的社会共识而作出的一些表现 所以如果能力和外卖国家会不会因为你过名而后分呢? 谢谢大家 政方有1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计时 来点赞 る双照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时间结束,请正方派出一位便宜员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长表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正 有方同学,我很乱啊 你一时又说,我如果梳干净这个头的话 你就会说,我可以有高一点的风度分 不需要你扣我分 一时又说过明不会扣我分 到底有方同学你认为现在是怎样的 不过呢,我们先不要说有方自伤男群 更加就是,如果今天 我跟你说,因为我方 如果有方你的头疏得不够好 所以今场你输了 那你会不会认为这件事是合时矣 今天有方的算法,其实今天就是有方的邏輯 他就认为,因为现在的社会有些人有这些不同的要求 而我们就要去认同的必要性 第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现在香港人乐见的社会呢? 到底现在我们还说,你男生留长头发 这样的话,我就不给你工作机会 我就不给你一个例如上台的机会 我就不给你赢比赛 那这件事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合时矣呢? 多谢各位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可以先试一下 试麦 试麦,试麦,试麦,想问听得清不清楚? 收音清楚的 下意 叮 我今天就没有集到头发了 那我出台下发问就不会有风度分的 那有方同学刚才多次有说到 只要负除了法禁,学生就会变得不收边风 但其实想法实在过于极端 只要没有规矩,人生一定会走向极端吗? 香港也有中学不用穿校服 那有方是否认为那里的学生一定会打扮得不恰当呢? 那其实中学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 有方又凭什么认为他们一定不会有整体的意义呢? 那希望我的发言就不会影响我提名的风度 多谢大家 反方有一分钟的时间预备开始计时 每次一会儿都是由于 什么认为 接着女儿? 多谢大家 南无仅 好 优优独播 优独播 akte 任何 我 看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结就是代表专业专业的场合 以及我们刚刚一副都说过 超过七成的同学认为有法刑 是可以代表到他们的身份和地位 因此我们觉得法禁不是没有权利 而是教他们什么是对错的 整结就是对的事情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收听清楚 准备好 定 这些问题也不解释 其次如果校规才是不合时的位置 那迟到 说了后 是不是都不需要校规限制 不需要惩罚 因为手段不合时 多谢各位 正方有1分钟的时间预备 开始计时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这期间 有点点 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都不吝点赞 提供 那些人 都不合时 不吝点赞 那些人 还不吝点赞 那些人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正方派出一位便员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可以先向我示意 听不听到? 收音清楚的? 希望有方同学不要冤枉我们 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校规 打人说粗口,这些很明显就是不尊重别人的行为 当然要用校规去限制学生 但是这个法禁是什么? 是限制我们表达自己的法刑 为什么要以貌取人? 我的头发乱,我是一个坏的学生 如果今天两位评判在我们的校图读书 相信我们的校长看到他就是说 同学你的发型有问题 你明天不可以和我用鞭拆了他 你明天和我剪了他的头发 是不是因为有方认为我们的评判 他们的发型就代表了他们不尊重这个比赛的场合 他们不尊业吗? 不是的 我们不应该那么肤浅通过别人的外表 通过别人的发型 去断定一个人的能力 断定一个人的水平 断定一个人是不是尊重我们 请有方同学考虑清楚 竟然以貌取人是否一个不合适的概念 谢谢各位 台下发问的环节结束 现在会有一分钟的时间 给予双方的结辨作准备 计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结果当然米粒粒都硬斑斑 浪费了些米 生米是不可以立暖煮成熟饭 要给它够水 同样道理 限制也是不可以立暖放宽 要有足够的配套去支持 学生没有自主判断能力 家长没有时间去教育 教育界没有人支持 这些现况有方通通不理 废除 发禁就好像打开了 潘朵拉的盒子一样 学生会抵受不住的诱惑 盲目跟随潮流 转换发型 哪款轻就哪款 但如果家长有时间陪着他们去剪头发 站在成年人的角度 给一些学生 就或者校方可以有效 透过校规以外的方式 教育学生 怎样才是适当的发型 才有条件去讨论放宽发禁 如果不是 只会得不诚实 吸取第一次的经验 我再接再例 再煮多次 今次终于记得下水 但就是虽在太心急 没煲够时间就已经开了锅 搞到饭半生不熟 就连煮饭都讲够时间的时候 做出改革更加要时机成熟 我们实际地想一下 社会 乃至最重要的职场 是否真的好像有方说的 这么开放 今天 学校发型不合格 会有老师提 但上班 如果是不愿意 义容出事 老板不会提你 只会默默在心里面 扣分 留下一个不识大体的坏印象 令学生初入职场 就输了起跑线 要给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去抵消这个负面的印象 就是因为忽略了一个本应 可以在学校学到的道理 社会是一个残酷的斗兽场 给自己有能力的人比比街市 而一个不合适的发型 浮夸的发色 绝对足以令他们明珠 就是为了一时的所谓自由 值得吗 到最后 我家人回来 见到厨房七个禁乱 就骂了我一餐 其实我也是想帮家人分担一下 结果反而要他们做多了功夫 好心做了坏事 就好像今天 双方都是想为学生好 但我方看得更长远 明白到不是打着自由的旗号 一味放宽限制 就是为学生好 今天各五成明日各十成 然后得一直的欢呼 这个就是有方想做的事 学生觉得不应该有法禁就放宽 最紧要是学生开心 那是否迟些连迟到欠交功课 乃至出猫的校规都可以推翻呢 说真的 谁想被这些的校规管住呢 但大家要明白 一时下的限制 是为了帮学生更好装备自己的味道 叮 这条数 有方你不是不懂计算吧 吃饭和煮饭一样 都要看合不合时宜 以前的人 夏天会常常吃鸭腿汤烤烧薯 冬天就一定会吃热辣的煲仔饭 饭作为中国传统饮食的核心 是不会有所谓过时的一日 饭始终都是要吃 饭始终都是要禁 不是不改 只能吃臭味道 今天辩题绝不成立 多谢各位 谢谢 反方劫便的发言时间为4分05秒 无过事无需扣分 最后请正方劫便作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我示意 请问大家听不清楚 收音清楚的 好 谢谢 主席评判序各位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法禁之所以成为今天 节点题的讨论焦点 因为黄菲南中学的事件 但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件事是有多么 例如黄菲南中学拍的自白短片 已经得到超过70万次观看 7万次赞好 有方这么大的讨论 为什么还认为社会的风气没有改变呢 有方看不到是基于以下三大分歧 第一 双方最不合适宜的正义有别 而我方比有方更合理 有方就认为有方已经承认了这个性别定型 已经在改变了 但社会一样是很保守很传统 一样是会以貌取人 所以我们跟随社会以貌取人 就是一种合适的表现 但是真的这样呢 有方一直都停留在表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社会其实已经在进步 我们是不再追求这种以貌取人 只要有些人还是那么守够 那么迂腹 而我方就认为 似乎一样是否合适宜 要看看做这件事 是否符合我们心中理想的发展方向 而不是只是看当下社会达到这个目标 可见我方的定义是更加合理的 第二 第二 有方对中学生的信任是很低的 在有方眼中一定要困住学生 如果不限制学生 现在个个人就会顶着顶着着 回学 但这个正正反映了有方全场的问题 有方在抹黑学生 用恐慌来反对这条片看 但事实是这样呢 台湾在05年全面废除快禁的时候 仍有类似的担忧 但一间中学的校长表示 学生在废除快禁之后 反而自动把头发梭得很正式 没有刻意搞怪 可见有方今天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他不明白 现在学生是适合什么的奋勇手法 第三 双方对学校的职责 是有一个很大的分歧 而我方是比较合理的 我方知道学校是权威 但是权威也有底线 不应该因为一句校规 毫无解释地侵犯一些学生的自由 有方就认为权威是一切 一入学校门口 整个无条件的服装 有方同学 其实校规不外乎三种 一是追求真善禮 例如要求同学要诚实有礼 尊重司长 而是便于校方管理 对规定多少度 可以穿什么外套 要准时出席 第三是不可以违反 道德法律的底线 例如不可以涂舌 破坏学校公物等等 但是法禁根本不符合 以上三种的校规 也就是他不符合校规的管车范围 他是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有方为何还要禁止呢 难道不合比例的 限制学生的自由 是符合现今世代吗 有方同学 其实我们今天站在学校的角度 又责任去教导 这些社会未来的主人 今天有方看到 香港依然有耳猫取人的问题 他不是在想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他是教导大家 怎样做 不给人歧视 就是好像有学生 因为害羞 不敢跟人玩 所以被人欺负 有方作为老师 不是教导大家 欺负人是错的 但是理直气壮 跟受害者说 你就不要那么害羞 多些跟他玩 就没人欺负你 有方不但 不是在支持受害者 就在那里 助纣为弱 加把劲地 令受害者觉得自己是错的 那有方 你有尽到这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吗 说完今天有方 双方的几大分歧 回来我方的主线 我方已经发布困料 发禁早就失去价值 不合时矣 无论从世界的角度 从社会的角度 还是从学生的角度 法禁已经是过时的一件事 有同学 同学 各位 将来的社会是要视乎 学校是怎样身教 今天的学生 他日会用相同的态度 去对待这个社会 但有方同学执意 要用法禁教导大家 学生是要教他人 不需要多元 要用强权去限制他人 这些是否符合香港现金的价值 是否时候应该反之下 发禁是否合时 多谢大家 正方结变的发言时间为3分4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比赛自此就暂时告一段落 现在有请三位评判都整理一下分子 也提醒三位评判 街变的一栏只需要选出三位 最高分的是30 第二就是20 第三名就是10分 只需要填写三个位置的分数就可以了 如果评判的分子整理好 也麻烦各位可以在聊天室打一句OK 我就会去收集和整理分子了 谢谢 主席 因为我填一张分子都已经时间了 我可不可以说完评语 然后再贴回分子 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先有请王可乔小姐 为今天的对赛相当的表现 作出一些评语 谢谢王小姐 大家好 先说我对 我没有跟林一起继续 今天我听到的东西就说一下我的意见 我想先说两边主变开出来的东西 先说正主 有大量大量的一些框架 但是我觉得有些可惜的是 这些框架里面是没有什么类症的 例如你最中间那里提出了不同国家 有些已经是没有再做法 这些东西了 然后就说 所以这个世界大家都有一些普世价值 就突然 就说要尊重个体 其他都做 那我们是否要一起做呢 那我会比较想知道 你有说到一些东南亚 可能比较落后的一些想法的地方都有了 然后我们香港是比他们更加似 但是我会想知道的是 现在的风气是不是 香港已经和其他的已经很类似 所以你就觉得 别人也是看到 去到这个时势就可以放宽了 那我们是不是有去到这个地步呢 那这个就没有了中间的论症 就是说了有些地方都不再做有法禁这件事了 然后你的下一个部分就是说 社会就追求尊重和多元 那如果我们以貌取人就不尊重和多元 也不开放 但是我会对于那些究竟 现在有多么以貌取人的那些例子 不是很好听到 那就是全场都是 你们只要不停地提出 说我们继续有法禁 我们会继续以貌取人 但是不够例子 实际上有些 什么人是真的因为 可能他的发型是否有什么问题 还是如何 然后他最后的结果是如何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的例子 最多你都只是说了林同学的例子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多些 因为现在好像在论阵 社会有个风气 但是没有解释过 别有多么严重 之后呢 就有去到下面了 你就说教育来说 我们就不应该做训育的教育 我们应该就要听一下学生意见 那我当时是很期待 听到你会找到一些文条 或者是一些学生究竟想如何 但是你没有什么说到 你纯粹说 现在是学校作为一个权威的机构 一研讨自己决定了 但是我又听不到 究竟有多么不尊重学生意见 或者是学生 现在是觉得尚要 去到你们的 可能有些关系就是 你们的结辩会懂得说 台湾其实你就算放宽了 他们都不会亂染到五盲六色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放宽了之后 那些学生有什么转变 究竟这些学生需要什么 以至到没有了法感之后 他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我也是想听的 但是也是没什么怎么说 然后到反方的主线 我会觉得有些是有些条件 但这条件也是没有解释 例如你的1.1 你就说13年有份料 就说外观会影响年收入 然后我就想知道 究竟外观是包什么 究竟纯粹是你们所谓的 过不过尾 什么扯不扯耳朵 扎不扎起 是我化不化妆 究竟去到什么程度 才是一个会影响到年收入的外观 然后怎么可以套下去 你们的法感是怎么定 我觉得这个中间的过程是没有了 然后另一件事 其实你们的1.1是有说到有个瑞典 好像有个教育学家的公司 就是他说 你是想他们学会自我反思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其实我觉得这个 有点在应对对面说的 那个奋狱的那样东西 但是你们又没有自己拿出来 把它做一些比较 就是因为按照你们的1.1 我会觉得 你们会觉得是应该要佛的 或者它应该是要有后果 那你才是学到自我反思的 但是这件事是反方没有人再说过 接着去到2.2 2.2你说 因为我听得最清楚的是 父母很忙 他们就教不了 所以就好像是学校要教 然后你中间有些 是他们的移用 是会影响他们的自我评计 或者是自信 但是这些是 不知道为什么说了这些 但是你又没有解释到 是做什么 所以就变成了 我会觉得2.2的焦点 就是有些失照 我只听得最多的就是 父母很忙 有另一件事 我觉得今场 在两边的定义 很明显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你们没有人 去到很认真 在中间的时候抽出来说 例如我觉得 正方的法禁 应该就是蓝短里长的定型 但是反方的法禁 就是要整齊 就是不要过微和摘起 那两件事是完全没有冲突的 那就变成了 正方在反方不断地说 我们只要做的事 是不过微和摘起 然后正方就会继续不停地说 这个性别定型 这个就会有一些 好像没有听到 别人开出来的定义 实际上是如何 然后另一件事 其实没有人有解释过 为什么我应该要相信你的定义 就是 究竟现在很多学校都已经 例如对于反方来说 你要反驳正方的蓝短里长 究竟是不是现在很多的中学 已经没有再规定蓝短里长 这件事 所以你们觉得今天讨论的 现今中学的法禁 是不需要包含这件事呢? 但是又没有说过 直接你们不停的说法就是 我们因为做的是不过微和摘起 所以就没有性别定型 这是一个没什么效的说法 我自己觉得 然后 对于正方来说 我就会觉得 所以相对地 我会听听一下 我想知道 究竟现在香港的中学 有些什么是 你们准备到 在这些各个学校都会有的东西 然后有些外出的东西 你究竟对于两边来说 它只是某些学校做的特例 然后我们不需要讨论 还是你会觉得那些特例 都应该要包含还是怎样呢? 这个也是没有讨论 所以就变成 大家打的时候 好像没有交锋 因为逢然说定义 就会说 我说的定义 就是我说的法禁 不是你那个 然后你就继续下自己的东西 这个 先说一下 去到主辨的时候的东西 好 然后呢 所以就会出现了两边 都会有些冤枉了对面 我有时候觉得 例如正一去打 对面的标准的时候 你就说 对面论证 他是不是不合时宜 就是看他存在的必要 然后你的下一句就说 但是耳貌取人 为什么会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别人就是说 他的存在的必要是要整结 那你就直接下了个耳貌取人 你就好像完全无视了别人说的任何东西 就是不停地把自己的东西拆下去 还有另一件事就是 我听听到后面都会想知道 究竟耳貌取人的那个 就是那个 你们觉得那个 你们去到有个位置是把我们 现在已经进入了看内心世界的社会了 应该要看内心的价值 然后我就会想知道 那对于你们来说 是不是真的如果有个人 就是好像你上去法庭 或者你见公 然后你的头是完全乱到包 然后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你又觉得那些的耳貌取人 又是怎么样 就是你的标准 对于这件事是去到怎么样 之后 正一去到后面 就有说 是不是要铲光头 就是好像和尚和尼姑 我就觉得好像突然间去到很尽 别人又不是真的在说这件事 别人只是说不要过眉 之后 好 反一 反一的头两个 我都觉得是 纯粹是定义上的问题 就是你说蓝 你就会说蓝 都可以长头发 我只是说过眉和扎起 这些 所以就是没有探索到对面的定义 对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 另一件事就是 反方一副说了一件事就是 学生其实是没有很不切的需要 其实他们想做的 只是还 然后我就很期待有人会继续说 究竟这些学生是想怎么样 因为这个正正就是应对了 正方的那个 尊重学生意见 以学生为本 就是听受学生意见 是有机会出现的问题 但是就 后面是没有 没有探索 所以我就 又是给不了分了 这个位 然后 你又说到反一 就说 林同学 就都是受了这个社会的框架 他想表达自己 为什么需要用长头发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有些少难听 就是因为 那么林同学的状况就是 他有性别焦虑 然后是他自己觉得 他想用长头发这个东西 好像应该要尊重一下他的意见 而不是直接抨击他 其实他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位置就是有点怪怪的 好 之后 反一 你的最后那个rebuttal 你读了一项文条 访问了160个人 这个是一个 完全没有说到你的份料 是从哪里来的 由160人 听上去都挺少 而且你是说了一项文条 如果这个是资料运用的话 我是会打了交叉的这份料 因为 因为你没有告诉我 听这份料在哪里 是可以 不是说你们作 但是这个 应该要让一些出处 要清晰一点 然后 我说一下义父 有很多东西都是差不多 就是那些定义问题 正义就是没有解释 那些义貌取人 你就说可能他只是懒 或者习惯了 然后我就不怕后面 就是为什么要提出是懒 或者是习惯了 这样 之后 如果你是 发现到 他的移用 是可以是来自他懒 的话 那这个就是 是不是一个我们 应该尝试要避免 所以反方就可以说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教他 就是不应该懒 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就有一点 不知道那里 发生了什么事 之后 你在后面 有尝试将 发禁比较 和说大话 去做比较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就是 他这个不是一个 我觉得他的性质 都挺不类似的 之后 他们仍然是有得选择 那样东西 那个 那个丫鬟 我觉得是打得挺好的 对 接着 到反方 对了 反方第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现在没有 因为他 你就说 我们没有耳貌取人 我们没有因为他 不收肩幅 就质疑他的能力 好像是这样 然后你就说 例如我们不会扣他的 考试分数 其实我本身听到这件事 我以为 政方会有个反应 就是 林同学那时候 被威胁要停他学 那这个就是 那个你连史都没得考 那这个就是 政方应该可以拿来 去解释 现况就是 会做到这么严重的 耳貌取人 去剥夺了你的机会 但是政方又没有 没有在之后 尝试说这件事 然后你提出了 英国的有一间学校 我不知道是否说了 一个估励还是怎样 就是 有个同学研发 就被人叫他去转校 对了 转校这件事就是 那个会扣了你 认识分数的那件事 所以 这就是 这些矛盾 接着 让我看看 对了 之后 反方完全没有继续追 那些什么尊重 就是你明明本身 主编有开头说 你可能要见一下 要见供 有些比较荒务的场合 但是就没有 没有follow up 或者是 我们会有些 有些可能职业 都会要求你 就是无论如何 都可能要 执好些 或者可能甚至是 有些职业 是不太建议你 染发 可能一些专业人士 会不太建议你这样做 这些东西也是没有继续 然后 好像 对了 好像很多 去到后面 对了 特别说 就是 反方在踏第二条台下的时候 你自己听回 这条片 你会将一些 不是有冲突的东西 摆在一起 例如你会说 现在不是没有选择 只是教你要怎么尊重 但是两件事是没有关系的 有没有选择跟我教 教你尊不尊重是两件事 然后 你继续了那份七成的人 觉得 不知道是言容 还是外表 会代表你的身份地位 然后你下一句 就是说 所以要教他们整结 就对了 但是一个是身份地位 一个是整结 所以又是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很听到 他立刻关事的东西 但是你会 前后句 就会因为所以 这个要留意一下 然后 也是一样 正方答第一条的时候 前面的矛盾 我觉得是可以的 然后 你最后是说 什么男的 留长头发 是不是就会没有了工作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论静的东西 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要一些例子去说 然后 然后 另一件事 就是 这个是关于可能 线上的伸展 就是 正方会说 你现在是限制他表达自己的 一个 一个 渠道 但是 反方又没有 问一下 那些 究竟是 那就是你会觉得 他们的发型 会做到怎么样 以及大家是无视了那些 电法和演法 或者是他的 发型的设计 这个东西 我就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没有打到 但我自己看条片的时候 就觉得会有这些 或者一些其他东西就是 那么纹身 行不行 或者是 究竟 为什么要穿校服 不穿便服 那这些又怎么样 那有些是 有人有提到的 有些 国际学校 就是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比较 宽松 对于这件事 那国际学校那些又是怎么样 就是在大家的眼中 这些东西是好 还是不好 或者是为什么国际学校 可以这样做 是不是他们的氛围不同 或者是他们的 可能他们很多都是 国际学生 所以他们的背景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背景不一样 跟着 嗯 嗯 是的 嗯 嗯 好了 我想 嗯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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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点 反方的结辩 就出来说了一些新的东西 你就提出说 那些学生自己没有能力去判断 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自己的发型 如果你让他们自由地做 他们就会乱地做 应该有些类似的说法 但你们整场都没有论证过这件事 都在你这个位置没有什么解释 这个有点像你们说 其实他们是没有这个需要 只是他们会不断地玩这件事 我觉得是相类似的 但是没有什么很连贯 而且也没有很详细地解释 究竟这些学生实际上是如何 是的 这样 那 大致上应该是这么多 其他就留位 留给其他 谢谢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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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有请关凯涛老师 谢谢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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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各位 各位大家好 是 那 听到吗 是 听到 OK 好 那辛苦两边同学仔 因为都知道这个变题 争论性都挺大的 是的 还有都是近期是坊间热义的一些问题 那你可能要接触到的资讯 或者去搜尿的时候 都会找到很多各执一辞的意见 是需要一些功夫去整理的 那都欣赏两边同学仔 都给了很多资料 是的 那我觉得两边同学仔 资料运用都不错的 是的 还有资料的类型都很多元化 有民调 也都有不同国家的例子 那证明同学仔对于 法禁这个议题 两边同学仔都做了很深入的搜尋 很深入的准备 好了 那首先讲了政方先 那政主的同学仔 这个入题方式又比较有趣 用对话的方式 你入题 那 是的 那 另外二目一新的 不过后来的主线的部分 就可以再清晰些些了 是的 那你说到说 正方那方面行人变题 标准在于文化价值 就是在于法禁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回应到当下社会的文化价值 就是如果文化价值又变迁的话 这一项的标准就不应该再存在 但是我期望你多说些些 就是到底现在这个社会的文化价值 就怎么转变呢 因为你说到转变呢 你要讲清楚 哦 法禁这件事情 设立的原意 是为了回应哪一项文化价值 那你然后再说 哦 现在文化价值已经改变了 所以法禁才不合适 那这方面你要再补充多一点 就是可能你要多说些 我就是说法禁 原本是为了达成这些目标的 那但是现在这个目标呢 是可能就已经不是大家所着重 或者不是社会上大众所重视的东西了 那所以你这一下 我们才需要坐在那里 讨论这一条这样的规矩 这一条这样的禁令 是不是有继续存续的必要 那这方面你可以补充多一点 还有呢 以貌取人这个位置 刚才各位審判已经讲了很多 就是以貌取人这个位置似乎你有些空法 就是你一来就已经将法禁这件事 等同于以貌取人 那在内看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是啊 那因为呢 以貌取人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标准 但是众观全场 你好像不是很说服到一个听 不是很说服到这么多 给这么多位判判听 就是为什么 哦 法禁这件事就是等于乙马脱 是啊 那你可能你要多说一点 是啊 补充一下 跟着呢 去到反方了 反方你都说到了 法禁作为一种精神层面呢 就是你就说哦 法禁这件事呢 其实它呢 是一种背后是有心意的一种禁令来的 就是背后为了是教学生要移用方面要守规啦 是的 那你都联系到一个学校的一个角色 就是哦 在教育伦理上面 学校有必要教到同学受规矩手易用 所以法禁受必要啦 那这个时候呢 又是同一个问题 你要解释得到哦 为什么我有法禁 我就可以教到同学受规矩手易用 为什么一定要法禁 为什么其他东西做不好 是啊 那这方面我期望你延伸多些东西 但是似乎就没有啦 那还有呢 你对法禁的定义 也有一点点 啊 常常跳来跳去 就是不是很清晰 因为你一时就说哦 不过了 接着扎起它 那就是法禁了 那有时候你又说哦 法禁有时候又包括了 不可以染头发哦 不可以标其立业 不可以建法哦 那到底哪些才是法禁的定义呢 还是你是因为政方的攻击 所以你就调整了自己对法禁的定义呢 那所以这个位置我希望两边同学都注意一下啦 就是要稳守着自己对法禁的定义 然后再去进行交锋啦 好了 那去到一副啦 那一副呢 那就相信两边同学呢 都就着这个议题进行进行延伸的 是的 那政方那边同学就延伸到 那位啦 那接着反方就继续去 看清楚就是说哦 到底我们那方 所研究的 所讨论的 法禁的是什么呢 是的 那我期望两边同学都是的 其实你可以就着禁这个字呢 去多作解释的 譬如说政方你可以多说一些 就是除了性别定义以外 除了林敦洪这个离之言 你可以多说一些就是哦 因为它是一个禁令 就是它是硬性的规则来的 既然是一个禁令 那如果同学 既然犯了违反了这个禁令 自然就有一些它们所要付出的代价 你可以多说一些就是哦 它们违反了这个禁令 它们甚至乎是有机会 不可以跟正常徒儿子上堂 那这方面所带来的影响 你可以再深入一些去探究 那然后去到反方了 那你就可以就禁令这个字呢 去多作全息 就是说哦 因为呢 正如我用回你们的说法就是 哦 因为学校呢 它是要教给学生 一些正确的规矩 正确的义用 就正如你所说 哦 要教义用 那你可以多说一些就是说哦 所以说 禁令是令它知所进去 知道如果你做了某些事情 你就会有一些很严重的效果 这样它才知道 疑容有多重要 是的 这样你才可以确立到 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基础就是说 你一定要解释得到 为什么有这个法禁 学生就真真正正正的认识到什么 而没有了这个法禁 他们可能就会 可能在日后在职场上面有 一些触招的时候 是的 那这一方面呢 我希望你可以多说一些 是的 跟着就去到 已序位 去到已序位 那去到已序呢 雙方都开始重复 之前的立案基础 我希望这裡听到一些新的观点 但是遗憾就不是很听到 所以我希望附和仔呢 在去到後場的時候 就真的嘗試去點對點去回應兩方的定義 因為都知道兩邊跟兒子對法禁的定義有不同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去攻擊對方的定義 尤其是反方你可以就著以貿取人的位置 深入一點去攻擊 因為那個位置太過隱瞞 以貿取人的標準太過高 所以總結起上來 我覺得雙方在論證方面是要花多些功夫 還有大致上是這樣 希望兩邊的同學都可以在這條片看到 學到很多關於學校、教育角色等這方面的知識 好的 辛苦各位了 我的意見大概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最後有請梁塔仲先生 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想聽過結果都多了 所以我長話短說 首先講一講政方問題 其實政方主變 我理解中最大的問題 可能就是你們講過趨勢那裏 用了外國例子 香港和台灣都可能是這樣 有這個現代價值 但是為什麼香港就不跟他們做呢 其實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們沒有論證過外國例子和香港的可比性 因為據我所知 可能英國、美國、蘇馬虎、台灣這些國家 都比香港的社會風氣開放很多 這個位置 當然因為反方沒有攻擊到 所以你們都不需要說很大解釋 我又給你們回答 但是在這個位置我會期望聽到為什麼 今天其他國家是這樣 香港就一定要是這樣 然後我也都不太聽到 今天更法的本意是什麼 即是學校去進行法禁這件事 本意是什麼 因為你們很直接這樣說 我今天法禁就等於性別定型 但是我會期待聽一下 會不會有些少少 即是像是一些學校高層 或者教育界的高層去說 即是法禁這件事 就等於一定會出現性別定型的問題 因為其實今天社會上 都沒有這個性別定型的問題 為什麼突然間放進去學校 又突然間會衍生這個問題 就由這裡會打個問號 正方也有個問題就是 其實就是性別定型的位置 都是好像剛剛兩位評判這樣說 就是結論就下得太快 不是很聽到為什麼整件事會發生 所以也有點不太明白 這個位置 大致上 還有就是 其實我覺得一副 他無論是搭台下 還是這份稿 都有一些少許背景的位置 首先一副有講話 今天有方同學要破數 光頭是否最適合 都慶幸凡方今天 開的定義是很保守的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對面問回你 今天全部中學生變成金毛 又是否最適合呢 所以這條問題可能 就要再撿一撿 不應該是直接這樣出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被人拿回 轉過來在這裏笑 還有 坐台下那裏 對面 問 低調台下問你 咦 今天有方同學 是否違反贊成的校規 因為今天的校規 原來很多東西都和普世價值有衝突 那時候 真的你有答法是說 今天他們應該有犯人自主權 因為犯人是在表達自己 但是你舉出的例子是說 今天粗口和打人 這些就不對 但是不明白的話 我今天粗口也是在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為什麼 你又可以說我粗口就不尊重人 但是你今天在學校裏面 是否 在其他地方 今天一個金毛又代表尊重人呢 所以其實校規這件事情 我覺得反方問得蠻好的 不過他蠻前問 所以就變成攻擊力不是特別大 和影響力不是特別大 只不過這件事要留意的是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最好舉起一點 即是和頭髮一樣的意見 是說 今天頭髮我只不過在表達自己 那其實你剛剛說的例子 都是粗口表達自己的語言 打人也是在表達自己的情緒 那為什麼 又突然之間 譬如我做另外那兩個人不合理 那頭髮 即是胡亂整個頭髮又不合理呢 正方的問題大概是這樣 然後反方 反方第一個問題就是 就真的你們的定義落得太保守 首先你後場已經跳來跳去 可能因為你們都知道自己的定義太保守 比對面這樣折就很難打 只不過如果可能在以後有什麼辯論比賽 我就建議反方不用打得太保守 反而可以去施加多些的論證責任給正方 因為你們在反方比較上有一個天然的優勢 就可以算是稱讚對面一個辯論 就可以嘗試挑戰和攻擊多些 正方的同學 接著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你們反方一副 就真的很快可以出來歸納 所以有方同學今天不是在反對發禁這件事 是在反對整個校規 因為今天整個校規都可能侵犯著 有方同學口中所說的普世價值 什麼學生應該有什麼自由那些 接著如果你們及早提出這件事 而不是等第二條台下發問的話 你們中場就會好大好多 因為今場中場 你可以自己看錄影都知道 其實你們推進的位置不多 更多的是要清對面的反駁 但又不是很清楚 大致的問題都是這樣 謝謝梁柏晉先生 好感情大家稍等一會 謝謝梁柏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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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情 謝謝梁柏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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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抱歉,很感谢三位评判的宝贵的意见 我们现在会宣布赛果 今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为正方的第二副辩,苏正男同学 本场赛事有三位评判,因此赛果会以票数作计算 正方得票为3票,反方得票为0票 回言之,今天的正方便是保良屋赛计有中学 赛事至此告一段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